現在我們會示範濤燒醬汁 用來做濤燒鰻魚 濤燒醬汁是用醬油和酒煮出來的甜汁 用醬汁塗上魚燒 最常見是蒲燒鰻魚 也有其他魚可以這樣燒 如果是蒲燒醬汁 如果你不想自己做可以買現成的 例如去超市可以買現成的蒲燒醬汁 但如果想自己做其實都很簡單 材料不複雜 做法也不複雜 因為你去買現成的蒲燒醬汁 會有色素和防腐劑 自己做法會比較好 而且可以保存很久 先介紹一下材料 幾樣東西 食譜有很多變化 每個店鋪都有自己的配方 不過大致上都是這些材料 我們有料理酒 醬油 味淋 清酒 砂糖 有一個鰻魚公湯 這個湯會再教你們做 因為蒲燒醬汁 如果有鰻魚在裡面 就會更加美味 如果沒有的話 只用這些材料就足夠 或者有些做法 這個湯不是純日式 是煮出來西式的湯底 如果你不想做一個複雜的食譜 但又想有魚味 你可以用鰻魚骨 焗香之後 放在醬汁裡煮也可以 這樣會有味道 不過如果是煮熟湯 當然就有更多層次感 因為有很多其他香料 菜在裡面 好了 現在開始說 醬汁如何煮 首先是清酒 清酒先下鍋 燒熱它 其他東西就跟著下鍋 我們會點火燒熱它 讓酒精大致燒了 剩下的味道 冷的時候很難燒得上 所以提升溫度 不用煮的 如果有煙出 夠熱就可以點火 然後把其餘的食材都放進去 然後把其餘的食材都放進去 現在先讓它熱了 酒已經熱了 有煙出 燒熱它 燒熱它 已經燒熱了 不過清酒的火 很淡色 不像我們燒八蘭里的火 很猛熱的火 燒熱、有了 還有沒有煙的 還有用火的 燒熱 燒熱 比較麻煩 燒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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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火燒完自己關掉 其實火可以燒到很大 但就藍火 燒白蘭地會防火 這個不會的 燒的時候小心一點 如果有車流煙機很矮 你拿開才燒 買便宜的氷酒 放一些瓶子 放入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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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酒可以買便宜 或者飲料都無所謂 不需要刻意買好好的清酒 火關了 然後加入其餘所有材料 料理酒 醬油 醬油 味醂 記住買寫本味醂 砂糖 記住 整個過程 一燒完酒後 其他材料都一次過 尤其是砂糖 不要讓它滾了才下 如果等它滾了才下 你一倒砂糖會滾得很厲害 所以在它滾之前就下了所有材料 湯底 砂糖 下了 等它滾 滾了之後 收小火 你記得煮的時候 煮的時候 鍋要預大一點 不要裝得那麼滿 因為它滾會很容易滾 等它滾了 收小火 保持慢滾的狀態 煮到略為少少厚身 少少厚身的意思 剛剛掛在筋上 等它煮到厚身 我們就會看到 就不適宜煮得太厚 如果你們去買 如果現成的蒲燒汁 其實不同牌子都有不同的厚度 有些是稀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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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稀稀一點 會比較好用 用來燒鰻魚的時候 我們要塗上鍋 如果醬汁太厚身 很難塗上鍋 所以煮到剛剛掛筋就夠了 它冷了會更厚 如果煮的時候 已經煮到它變厚身 它冷了就會更厚 變得更厚 像蜜糖一樣 太厚 如果冷了會更厚 這個讓它滾 泡燒汁 滾到差不多 出現很多泡 有些厚泡 即是說它開始變厚身 水分揮發得差不多 七七八八 這個時候 它的變化會更快 現在開始有少少厚身 它薄薄的一層 混在筋上 我們要它再厚多一點 最容易滾起 就是這個時候 因為泡會很厚 水分揮發了 汁就變得很少 只剩一半以下 三分一左右 因為水分揮發了 一邊說 一邊變稠 一邊變稠 你看到它 皮膚越來越細 看到皮膚越來越細 已經夠了 可以關火 乾燥後 可以用來用 放入瓶或入瓶 蒲燒汁很薄一層掛到羹 當然不是水那麼稀 少少掛到羹 正常失溫狀態濃度 水很方便 最高的油 剛才天然嘉賉 氹 西蘭 非常